功夫里有一句名言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八字也适用于当今的任何领域 在打工领域 快能让外卖员接单更多 让流水线工人寄件更多 但也会让工业机器人代替工人 因为机器更快 在金融领域 快能提前获得内幕消息 低买高卖 在工业领域 快能让催化器反应更迅速 产量更高 在电动车领域 快能让充电时间更短 在娱乐方面 快能让游戏的分辨率和帧数更高 代入感更强 在高科技领域 快能让AI更准确 更像人 我个人觉得 如果把所有行业 进行一个朝阳西洋产业的排序 快不快这个考核标准 也同样适用 发展升级慢的行业 就是西洋行业 比如传统的消费电子 空调冰箱已经很多年没有换代了 而迭代快的行业 就是朝阳行业 比如三天两头 开新品发布会的时装业 那当今发展最快的行业是什么 我想各位的心底已经有了答案 那就是芯片 也叫超超大规模机身电路 如果说科技是经济的第一生产力 那么芯片就是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了 所以这集我就来借芯片 来谈谈中国制造 来谈谈中国的自主研发 为什么不谈中国高铁 中国电动车 是因为我觉得高铁造车 都不是未来的决定性关键点 高铁受制于安全性和技术 速度已经无法再提升 即使再提升一点两点 也不会对经济产生质变 日本也不是因为新干线发家的 新干线只是日本科技爆发的一个基础表现 而电动车 无非就是转回了一种功能方式而已 除了自动驾驶外 对比燃油车也没有实现 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即便是自动驾驶 也是和芯片相关的 总的来说 电动机车的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 比燃油车要低很多 传动结构的部件数量 只有燃油车的1% 电动车的有20多个 而燃油车的是有2000多个 所以护城河不够宽 中国的企业能玩 其他车企业也能玩 只是中国认为自己占了先机 想要集体冲锋抢占市场 实际情况确实 高铁缺乏引领中国向前的动力 而中国造电动车 又没办法保持长久的产品优势 所以他俩都不是王牌 那下面就来看看芯片 中国的芯片能否够得上王牌级别 我这里先给大家快速过一遍 全球和中国的芯片产业大致的轮廓 芯片产业按照生产方式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晶圆制造 就是集成电路的制造 一类是芯片设计 也叫Fibless 就是没有晶圆厂的科技企业 他们只负责设计芯片 比如苹果 比如华为的海思 先来看晶圆制造产业 头部的企业就三家 三星 英特尔和台积电 中国的中芯国际属于第二梯队 上个月华为推出的Mate60 Pro的麒麟芯片 就是中芯国际的晶圆厂生产的 不过7nm的制程和头部相比还差了三代 台积电的7nm制程早在2018年就量产了 后面还有7nm的改良版6nm 以及完全升级的5nm和3nm 苹果iPhone15的CPU A17 Pro就是3nm的芯片 高端芯片被出三代了 一代都不能查 英特尔就是因为制程落后一代 现在已经尽显疲态 制程落后只是一方面 中芯国际的7nm良率也是个未知数 意思就是 也可能是不计成本的后果 不计成本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独自开创全新领域 全新技术的不计成本 比如马斯克的火箭回收技术 这种不计成本如果成功了 那么将形成先发优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可以独享日后的垄断红利 另一种不计成本 是在追赶现有技术上的不计成本 这就是另外一份景象了 你在对手挑选的赛道上进行比赛 别人还比你先跑 即便有着满场的人浪 大量的营养品和赞数上的巨额奖金 但这只能算是一次追赶 一旦财政输取结束 补贴拿完 营养品耗尽 你只能中途退赛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不计成本 最坏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分一杯羹而已 就像现在的京东方显示屏 因为最早的技术和产线 都是买的韩国海力师 后面的研发也只能靠模仿摸索 前面的三星推出AMOLED SuperLED MicroLED QLED 柔性LED 京东方也只能效仿而已 无法研发出属于自己的一套 全新的独创技术 这也是京东方最大的软肋 华贵正转 上面说的是芯片产业的第一种形式 晶圆制造 中国制造在此并无优势 模仿而已 模仿的再好也只是复制 而复制是有害的 因为会把潜在的创新者带偏 带成一根老油条 那些科技大咖没有哪个是靠复制成功的 苹果不是 SpaceX不是 就连索尼这种老牌企业 也是老树发星雅 影像部门搞了一套微单的产品 开创了新局面 所以中国的晶圆制造 从外面来看 吹拉坦唱 热闹非凡 但这种跟随者的前景并不乐观 所以也不是本集的重点 这集的重点是第二部分 芯片的设计 中国在芯片设计上的自主研发 芯片设计企业 就是自己没有晶圆制造工厂 只搞芯片设计 再交由晶圆厂代工生产 比如设计手机CPU的高通 设计显卡芯片的英伟达 我们下面来看一张表 2023年第二采集 全球前十大芯片设计企业 第一是英伟达 第二是高通 第三是博通 第四是设计计算机CPU 和显示芯片的AMD AMD同样也没有自己的晶圆厂 但不妨碍它挑战曾经的老大 且拥有自己晶圆厂的英特尔 现在的英特尔 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压制AMD的霸气 前面说的制成落后 只是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挤压高线的芯片设计 已经跟不上趟了 后面的第五是设计手机CPU和GPU 就是天机芯片的联发科 第七是联勇 国内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 这也是个隐形巨头 比如大量电视电脑显示器里 具有他家设计的显示驱动芯片 只是被集成了 所以一般消费者并不了解 一把是瑞誉 电脑发烧友应该比较熟悉了 现在主板上的网络芯片 音频解码芯片都是他家的 一只张开敖的系的logo很是打眼 连发科 连勇 瑞誉都是台湾的 所以台湾在芯片领域 不管是台积电的金源制造 还是芯片设计都是相当强悍的 这是台湾能与日韩制造比设的底牌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芯片设计现状 这是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 营收前25的排名 第一是维尔股份 第二是安氏半导体 第三是长江储存 第四是紫光展锐 第五是照益创新 第六是华为海思 限于篇幅老生常谈的华为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里排名第三的长江储存 不属于单纯的芯片设计企业 因为长江有自己的颗粒制造工厂 属于芯片设计制造合一的企业 这里得去掉 而排名第二的安氏 是一家芯片和晶体管制造企业 也不是单纯的芯片设计企业 但因为它本是外资 后又被中资收购 而且有一些关联的故事 所以我继续保留展开来说 我下面就前面几家 营收领先的企业 来逐一展开 先来看第一名 维尔股份 这家公司虽然位列第一 但知名度很低 不是行业内人员 基本不会知道它的名字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成分复杂 早期是一家台资公司 后来在美国上市 总部也设在了美国 在2016年的时候 被中信华创等几家中资投资公司 组成的财团收购 2016年这个时间点 这里先请大家记住 我后面还会再次提到 而是过程复杂 中资财团收购后完成私有化 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 退市后没几年 又被这几家中资联合财团 卖给了一家 叫维尔的中资半导体分销企业 维尔就从半导体分销 变成了半导体设计企业 这其实也是一次资本运作 在美国的公司总部 与核心人员也几乎没有变动 因为台资 美国 中企 说不清道文明的混合身份 所以在前几年 国内的芯片大跃进时期 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因为容易产生不好的联想 那么维尔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就是图像传感器的设计 摄影发烧友应该很熟悉 就是CMOS 手机 照相机 摄像机 都要用到CMOS 在被中资财团收购前 这家公司叫豪威科技 当时还是苹果手机 iPhone 3G 和iPhone 5的图像传感器的工作商 公司在被两次转手后的主营业务 依然未变 也依然强悍 现在维尔的图像传感器份额 传感器就是他家的 特斯拉电动车上 用于自动驾驶的后置摄像头 也是他家的 不过维尔最大的市场是在国内 因为这几年 公用民用 安防摄像头的需求量持续紧喷 不过好日子没能维持多久 下面就来看一下维尔股份的业绩 2021年维尔营收241亿 2022年201亿 同比下降16.7% 2022年的净利润9.9亿元 同比下降77.8% 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 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安防摄像头已经趋于饱和 公用民用 马路机关 旅馆 车用 商铺 超市 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 短时间也不会换代 所以拓展乏力 而是技术升级不够快 高端上不去 即便国内的手机营销 也没听说哪家用 豪威的传感器来借力的 比如在仇日氛围 还没那么浓烈的时候 小米手机就以搭载索尼CMOS为龙 国产品牌高端不用你 品牌知名度上不去 索尼特斯拉采购 是因为感知摄像不需要画质 只需要捕捉到形态即可 所以索尼放着自己的传感器不用 而选用了更低成本的豪威 豪威在中低端进行虽有份额 但先于现在普通消费者的失业降薪 换代时间拖长了 这也是造成销量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维尔今年的财报将会更难堪 因为它的业绩是和消费电子高度捆绑的 就和涂料企业的业绩 是和房地产高度捆绑一样 手机消费一旦低迷 就一损俱损 下面来看排行榜第二的文泰各级下面的安式烦恼体 先来讲文泰 文泰最初的主营业务是手机ODM 就是帮小米联想魅族进行贴牌设计 再进行代工生产 这个设计就是硬件的设计 比如在规定的成本下 挑选CPU内存闪存 是向模组进行组合 达成最佳的性价比 难点就是主板的设计 规划各部件的布局 所以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后来文泰通过一家地产企业 实现借壳上市 上市的目的就是筹钱 筹钱的目的就是扩张 文泰的创始人张学正 但是早有谋划的 上市三年后 也是在2016年 完成了对荷兰的安式半导体的收购 收购资金达到263亿 被称为国内半导体史上 最大手笔的跨国收购案 巧合的是 这次收购也和维尔一样 是两次专手 安式半导体 开始也是被中国几大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 组成的联合财团收购 后又卖给了文泰 我想应该和上面的维尔一样 国资的跨国收购 是为了后面给国内的交接 大家应该还记得 上面说的维尔股份 收购美国豪泰 也是在2016年 2016年就是中资 先去海外收购 炒的冲锋时间 关于中资 为何会在2016年 集体扯翻出海 寻找优质资产 这里限于篇幅我不展开 以后会单独做一集 专门给大家讲讲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 也是在2016年 去海外超略的资产 比如花费35亿美元 收购了美国的传奇影业公司 还想照顾美国 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 派拉蒙影业的 49%的股权 不过最后谈判失败 话归正传 2016年 收购了安氏半导体的温胎 终于完成了掌握 核心科技的梦想 以前的代工 毛利率 技术含量双低 你能做 别人也能做 有了安氏半导体以后 终于可以制上 最上游的红利了 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安氏 安氏最早是 菲利普下面的 一个半导体部门 后来独立 专门设计制造晶体管 三级管 二级管 以及电源上用的 厂效应管 属于上游制造企业 熟悉电机的观众 应该知道 晶体管制造行业的 专业度很高 属于紧粹芯片制造的 全球头部的半导体企业 可以说文泰 抢到了一个香饱饱 从文泰的财报来看 安氏半导体 近五成的收入 是汽车行业贡献的 这和这几年 电动车的普及 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们再来看 文泰2022年的财报 文泰规模净利 大降44% 和上面的维尔一样 属于大趋势下的 正常表现 从营收上来看 手机比基本电脑 代工业务 占到7成 安氏半导体的 晶体管收入 占到3成 但晶体管的营收增长 远远高于代工 总比增长42% 代工只增长了8% 我想文泰今后的 盈利结构 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代工手机和笔电 前景很不乐观 而供应给汽车的 晶体管等零部件 仍然可以凭借 电动车产能的扩张 制造一波红利 不过安氏 仅占到文泰收入的三成 所以文泰的营收总额 不会因为安氏的向好 而抵消代工的向坏 总体下降的趋势 已经不可避免 下面再来看 排名第四的紫光展锐 我们知道 紫光最早是一家国资公司 清华大学是东甲 后来对外宣称 让名字入股49% 表面上化成成一家 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混合所有制的外衣下 绕开监管 并购了几家外国芯片公司 又和几家外国巨头 共同参股成立了新公司 比如花15亿美元 获得了惠普及下一家数据公司 51%的股权 比如想要购买 西部数据15%的股份 不过最后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驳回 之后紫光退而求其次 和西数一起成立了一家大数据公司 名字就叫 紫光西部数据有限公司 比如花17.8亿美元 收购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美国公司展讯 紫光展瑞中的展字 就是这家公司的缩写 展讯的主营业务是芯片设计 包括手机社平收发器的设计 就是俗称的基带芯片 是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 当时就排行全球第三 紫光还花22.7亿欧元 收购了法国公司LinkSense 这家公司的专厂 是智能芯片IC的连接器 不仅设计 还有自己的制造工厂 也是家隐性巨头 银行卡的IC芯片里 就有大量他家的连接器产品 而紫光展瑞的瑞子 是另一家芯片设计企业 叫瑞迪科 瑞迪科早年是一家 设计手机社平芯片的公司 它的发家是靠2006年 07年的国内山寨手机的 庞大出货量 故事也比较复杂 这里就说重点 三年后 瑞迪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之后被紫光相中 纳入囊中 与上面说的美国展讯 合并为紫光展瑞 这就是展瑞的由来 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紫光最大的绝活就是收购整合 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 都是买买买 在加以整合后 实现更高的效能和市展率 尤其是在5G物联网 和智能手机的东风下 紫光展瑞也是风头无两 2020年营收66亿 2021年营收117亿 同比增长78% 不过到了去年 2022年营收140亿 同比只增长了19% 大幅放缓 净利率的涨幅更是只有6.3% 我们再来看紫光展瑞的股权结构 紫光集团占35%的股份 中国国家大基金占14% 英特尔最早持股20% 现在降到了12% 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碧桂元 还是只有展瑞5.5%的股份 从现状来看 英特尔和碧桂元让出股份 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只是明年什么时候的问题 倒是国资将完全控股紫光 国资控股下的紫光展瑞 会不会在经济动荡的背景下 在上演一场国企固有的人事大运业务的戏码 就让我们静观其变了 排行榜里第六名是赵益创新 赵益创新虽然没有外资背景 但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海归 赵益创新的专长是Norflash芯片 MCU和闪存颗粒 闪存颗粒大应该都熟悉 电脑手机上都要用到 就是固态硬盘的储存芯片 Norflash也是一种储存戒指 和闪存各有所长 赵益创新的Norflash 在蓝牙耳机上出货量很大 其次是汽车 国内的媒体统计 它在这个领域出货量已经排名全球第一 赵益创新的另一个拳头产品是MCU MCU是一种微缩降频版的芯片系统 里面继承CPU内存和储存芯片 麻雀虽小虽弱 但是功能都全 中低端的应用 也不需要I7 I9这种CPU 和高频率内存 比如家电的智能芯片 赵益创新的MCU 在国内企业里属于低梯队了 但是和外面比仍然差距很大 日本的瑞萨 荷兰的N制谱 德国的英飞林 美国的Microchip 加EFA半导体 合计占了全球八成的份额 赵益创新 现在只能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打打 在车用MCU的细分行业里 找找空间 如果一旦总体业绩下滑 这个部门也随时可能被缩减裁员 综合来看 赵益创新最初的主营方向 我认为是芯片设计行业里 风险最小的 就是专注一个细分领域 在拼尽全力游向行业的最头部 比如No Flash市场 但现在赵益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都想做 内存 闪存 传感器都要玩上一把 赵益的创新和现在的CEO朱一鸣 还兼着长心储存的董事长 这个长心就是国内生产内存颗粒的静原厂 我想对于赵益创新来说 如此其都并尽 分散注意力的玩法 很可能会让赵益创新提前到达拐点 限于篇幅 我这里只能做榜单前六的分析 不过已经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线索了 第一 这几个芯片设计老大 除了排名第六的赵益创新外 全部都有外资成分 排名第一的维尔收购了美国的豪威 排名第二的文泰收购了荷兰的安石 排名第四的紫光斩锐 收购了斩讯和Linksense 原因也简单 就在十年前 芯片对于国内来说还相当的陌生 联想的柳传志知道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就专心做组装生意 所以国家和民企就想到了借力打力这条捷径 买企业买技术买人员 都是快速实现技术升级和财务回报的三连牌 第二 芯片设计比芯片制造性价比更高 硬件投入少 人员可以挖 团队可以买 技术可以抄袭复制 所以芯片设计行业在不到十年时间里 就来了一次爆发 第三 这几大芯片设计企业和现在的手机 电动车高度捆绑 市场一旦萎缩 或是终端企业破产 这些供应商只有减产 芯片设计企业相对制造企业风险小些 无需承担停产的巨额成本 不过也有代价就是裁员 科技公司的核心资产就是人 而人员的流逝 就是设计公司生命的转折点了 最坏不过也是最普遍的情况就是 一个带头大哥 带别帮弟子集体出走 皮脂不存 毛将烟腹 科技公司的衰落 通常就是从一个人的出走开始的 可以拿来对照的是 同样以人为本的游戏公司的兴摔 也是个套路 我对中国的自主创新的总结就是 中国式的自主创新 就是西纪中用 前几年因为国家和民企都有余钱投入 可以买技术买产线 再在规定的赛道上进行升级 还算是有条不紊 如今逆流行传 一旦营出下滑 别说投入了 不降薪财源都是命大的 当初花钱轻松买来的企业 如今当然也能为了钱轻易卖出 夜阳高照时 即便是高价买入 也是烈火烹油 锦上添花 而领冬将至时 低价甩卖 也是朝不保夕 寒风刺骨 在二十年前春暖花开的时候 还有像朱一鸣这样的海归回国创业 如今全面排斥西方 回归公有初心的国内环境 还会有海归 在国内经济几乎全产业 全行业大幅萎缩的时候 芯片业还会保持着一个桃花源般的 令人神亡的小环境吗